報章的證據 這是第一個證據 就是 大西洋兩岸 海底地形大直對稱 我說過下面這條黑黑的要注意 記得嗎 看他兩邊對稱有沒有 兩邊對稱 很正常啊 冒出來推兩邊 冒出來推兩邊 所以兩邊要講的都怎樣 差不多嘛 所以有兩邊對稱的狀況 好 中央幾圍軸 兩邊當然對稱 因為冒出來已經長出來推兩邊 長出來推兩邊 所以陽海底地形大致對稱 大西洋比較清楚 第二個 就是我講過學生考過的 海洋地殼都不老 大家不超過兩億年 我上次講過學生就問你說 為什麼海洋地殼都不老 因為老的都已經怎樣 回家了 拉回地殼消失掉了 所以 新地殼在中陽幾深層 老地殼在海都住消失 所以海地殼都不老 而且你會發樣對稱 中陽幾最年輕 兩邊越來越老 所以中間最年輕 兩邊越來越老 符合海底擴張所說的 長出來推兩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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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所以年齡的分佈也顯示了 還有成績物也一樣 剛剛長出來 中陽幾上面幾乎沒有成績物 因為剛長出來啊 東西還沒有掉下來啊 旁邊就越來越厚 因為放很久了啊 成績東西又很多啊 所以成績物的厚度是兩邊比較厚 中間很少 這也符合海底擴張的講法 這個在高中重要 國中不重要 地磁道轉的證據 噴出來的岩漿裡面的磁性物質 會順著當時的地球磁場方向而排列 而地球磁場會轉圈圈 現在上面是N級下面S級 它會轉 以後變成上面S級下面N級 它會轉圈圈 它就會記錄著它轉圈的狀況 你去研究它的磁性物質的排列 就跟時鐘一樣 啊 現在這樣還 一百萬年前那樣還 兩萬年前那樣還 像一樣 到地質 唯一地質的證據 顯示了它 紀錄了當時地質的磁場方向 這件事高中重要 國中 不重要 國中不重要 還有潛園聲援 這個我們未來會提到 因為它又跟它的隱墨 跟它的隱墨 跟它的向上對流有關係 所以有潛圓地震跟深圓地震 深圓地震 再來 也是一樣跟對流的上升 對流 熱對流上升 跟日流下降有關係 有六兩 這些都是它 我們知道海底有擴張的 海底有擴張的證據 擴張證據 好 兩億年前 玄武岩流出來 冒出來 就形成東非令 這時候還沒有海水 還是陸地 中陽井的上端就是裂骨 那它整支叫中陽井 那你在陸地上就不叫中陽井 就只叫做裂骨 這題學測考過 這題學測考過 冒出來推開 崩塌就形成裂骨 然後呢 慢慢就越拉越開 終於有海水灌進來了 撕開了 有海水灌進來了 但是呢還並沒有很多 像紅海這樣 紅海是還沒有完全撕開 下面就算還不斷扭點整 然後就再繼續分 完全撕開 但是呢還有一點點 但是海洋還是不大 繼續大 繼續大就變成大氣洋 就變成大氣洋 這是用文字寫的 下面是用圖來看 好 往上冒 地寒對流上升往上冒 向兩邊拉 所以產生腦血變形 準備要撕裂 然後呢 岩漿冒出來 上面崩塌 就形成所謂的裂骨 這個時候還沒有海水進來 那它會繼續噴 繼續噴 終於撕開來了 有海水灌進來了 它就灌進來了 但是海還是不是很大 繼續噴 繼續噴 最後就變成大氣洋 中間冒出所謂的中陽井 怎麼過程像這樣 像這樣 洪海的影片 這個影片顯示的 就是跟剛才用圖顯示的意思一樣 只是它用的影片來做 但是呢 基本上意思是一樣的 這就是洪海 它以前是連在一起的 然後地寒三到五百元結連在一起 然後地寒對流上升 往旁邊扯開 腦曲 變形崩塌 就形成裂骨 然後最後海水灌進來 然後就越來越分越大 越分越大 未來就會變得很大很大很大 像大氣洋這樣 好像 就是過程就是大約是如此 過程就是如此 OK 就是洪海張烈 可以嗎 海底擴張學說有個問題 啥問題 他說 我這裡長出新的海洋地殼 把老地殼推兩邊 長出來推兩邊 長出來推兩邊 但是問題是 你剛剛長出來的地殼這一點點 很擔保 有啊 旁邊的老地殼已經是又厚又重又多啊 那這一點點單薄的新地殼 怎麼去推動老地殼啊 意思是說 你跑到日本去 被五六個相夫選手壓在地上 所以你一身來要 砰他們全部彈開 好 這樣意思嗎 你那個一點點的東西 你怎麼去 你那一點點單薄的海洋地殼 怎麼去推旁邊那個已經很大的老地殼呢 那為了要解釋這件事情 就提了一個新的學說 我們當然要叫做板塊構造學說 所以就有新學說進一步的誕生了 OK 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好的 好 我